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跟各位分享一个题目叫做 神等你千万年了 这是属于神言中的你的系列 第二讲 神等你千万年了 我们来读一节经文 是这一节在以佛所书第一章 第三节到第六节 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 祂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 各样天上属灵的福气 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 在基督里卷选了我们 使我们在祂面前成为圣洁 无有瑕疵 又因爱我们 就按着自己的旨意所许悦的 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 得儿子的名分 使祂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 这恩典是在祂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 这个经文让我们发现一个很惊讶的事实 圣经说 祂在创立世界以前 神在创立世界以前 已经卷选我们了 神如果在创立世界之前 卷选了我们了 那 神在创立世界之前就已经知道你了 你的名字 神早就知道了 神在创立世界之前 已经知道 张师聪 这个孩子 有一天要生到地上来 他拣选他 一样的 神也是这样认识你 你说 可是我还没有生下来 还没有世界 我存在吗 存在的 你存在在神的荣爱里面 神是绝对的存在 那么一旦祂想到你 祂你就已经存在了 就像创立基所说的 神说有就有了 神一年一动起来 应该就要有了 这就是很重要的 因为你不是忽然出现的 你在神创立世界之前 已经想到你了 我们举一个例子 如果你会插花 或者你会画画 当你要插花画画之前 应该脑子应该有一个概念 这个整个蓝图 整个花的样子 插出什么的一盆花 已经脑子里面有了 对不对 你说这个存在吗 这算存在还是不存在 当然存在 已经存在你脑子里面了 如果能够有一个机器 把你脑子想的东西 带出来 用3D列印出来 这盆花就出现了 所以你脑子里面想的都是真的 因为脑子里面想的都是真的 所以耶稣才会说 耶稣才会说 如果你看到一个 妇人就动一念 你脑子在想 就已经犯罪了 你要把它当作最一样去处理它 要不然你就完了 所以脑子里面的意念很重要 神一想到你 你就已经存在了 一直到某年某月的某一天 你记得吗 如果你听过这首歌 某年某月的某一天 这样的歌 我想你就跟我同时代 其实要跟各位分享 当神把你放到这个世上来的时候 祂的目的是什么 圣经说 神预备了各样属灵的祝福 要给你了 神在基督里 神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 言文的意思是 神在祂属于祂所有的领域里 将各样的属灵的祝福 就赐给我们了 所以不止我们在地上的领域 我们活在这地上 在这地上领域 我们要领受神的祝福 将来有一天 神帮我们带进祂荣耀的领域里面 一样很多祝福临到我们身上 所以我们的胖子不只有在这地上 我们的胖子也不是只有在未来 甚至现在你都应该能够看见 神给你的祝福 如果神已经要给你这样的祝福 祂会消失吗 绝对不会 没有人能拦住 也没有人能破坏 神原来一定要给你的祝福 因为祂是全能的父 当神帮我们放在这个世上的时候 祂就是要我们生命开始得到祝福 所以你的生命是为了领受神的祝福 可以吗 你的生命是为了领受神的祝福 你可以这样对此说 我的一生就是为了要领受神的祝福 因为神早就把预备好了 预备好的事情都要领到你身上 所以我们是从神的荣耀来到这世上 我们在这世上要领受神荣耀的祝福 接下来我们就要离开这个世上 离世之后就回到神那里 进入祂永恒的荣耀里面 传道书第十二章第七节这样说 尘土真归于地 灵真归于士灵的神 尘土真归于地 灵乃归于士灵的神 我们的灵是从神来的 神把祂生命的气息放在我们里面 我们就成为有灵的活人 我们里面有灵 这就是我们跟神的形象 所以有一天我们要回到那永恒的荣耀里面去 但是在我们的文化里面 这种没有神的观念的时候 他们好像知道 他以前有一个生命来到这里 有一天要回去还是有东西 不是没有的 但因为没有神 从过去来要回到未来 就变成一个轮回 因为没有神这种观念 就要变成一个轮回 轮回 轮回永远无停无止无禁 这是他们最痛苦的事情 特别佛家他们想的是 这是最痛苦的事情 他们希望的就是进入涅槃 进入涅槃 就是进入永恒的五 佛家所做的那一盘就是永恒的五 就是缘即灭度即灭无为 解脱自在安乐不生不灭 就等于消失 什么都没有 所以并不是只有死亡 后来什么都没有 这是他们所要的 但是 请记得 神为我们设计的一生不是这样子 神在创世之前 祂已经想到你了 然后过了那么久的时间 然后神把你放下来 祂要在这个世界上 一直来祝福你 一直来祝福你 重点是 你看见神的祝福了吗 你的生命中也许有很多的问题 但是神要给你祝福 应该是不会改变的 我们来到这世上 我们的信仰是有盼望的 我们知道从哪里来的 我们也知道将来要回到哪里去 而且是进这个永恒的荣耀里面 但是 我们生命中还是有很多的问题 我们看耶稣 耶稣遇到那么大的问题 但是 圣经提到一句话 虽然祂哥把它卖掉 祂受很多的苦 可是圣经有一句话 我想这是支持祂一句话 祂看见神的手 与祂同在 约瑟看见神的手 与祂同在 使祂能够胜过自己的软弱 能够胜过整个环境 对祂的压迫 祂成为奴隶 祂被 笑到决意里面 成为囚犯 但是祂看见神的同在 所以当祂眼光 转向神的时候 这些苦难就不再伤害祂了 各位弟兄姐妹 你看见神的同在吗 你看见神的主义吗 也许我们都盼望那些主义 就是一个物质的主义 但是 你知道吗 最大的主义就是 你看见 你知道神与你同在 所以你说 我虽然经过死云的悠谷 却不怕障碍 因为神与我同在 因为神与我同在 你在每一个生活当中 你要看见神的同在 你要看见神的手 当你在所经历的一切道路上 都认定祂 这是真语 第三章第六节说的 在你所经历的道路上 你都认定祂 经历的事情上 看见神的同在 你就能够胜过那罪恶 你就能够胜过自己的软弱 能够看见神的祝福 这就是神要你的 我们刚刚讲过 神为了祝福我们 把我们放到这地上来 可是我们生命都充满了各样的苦难 这又怎么回事 这难道是神 把它放进我们的生命里面的吗 各位弟兄姐妹 这个问题 我们就能留待 下一集 我们一起来分享 所以 请记得 在神的眼中 你是那么宝贝 祂早就设计好 祂才在为你预备最好的东西 为你最好的道路 你看见了吗 当你看见了 你就领受神的祝福 你的眼光 注目在神的祝福上面 那些伤害 就不再影响你 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后上的我们谢谢你 谢谢你允许我们 你告诉我们 在基督里 你诚释给我们各样的属灵的福气 祂你已经给我们了 这个计划都不会改变到一个一个出现 祂要求你让我们能够心仰望你 我们眼光看在你 注目在你身上 让我们知道 祂你在我们生命上预备那么多的祝福 祂当我们数算你的恩典的时候 我们心就要充满喜乐 因为你看我那么宝贝 祂要将各样的祝福临到我们身上 所以祂谢谢你 把我们放在这个世上 我们相信 我们要看见你免疫 我们就要心满意足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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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